移动 所以第一个我希望做出的效果很简单 根据这个清单排序 以前的话清单 里面你要手动移过来 甲班 然后乙班移过来 再丙班移过来 那你可能要总共13个班级 你变成要移13次 当然我们前面讲过 如果你要像这种事情有清单 然后又是重复性的 你就要知道说你写个回圈就可以了 可是要怎么写 所以当你还不知道怎么写 没关系你可以按步骤 你可以先写什么 如果我要把甲班移到这前面来的话 那其实你只要写一行程 如果不会写的话你可以 在检释里面也可以有个什么 即时运算式创吧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甲班移到 这个第一个的话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边执行 然后我就打一个什么 那个哪一个工作表 然后记得后面就是要打什么 这个可能就没办法第几个了 因为他位置会变动 你不能说他现在在第13 你又给 可是他移到前面去 位置就不一样 你不能说我这边第13 点幕 可是他这样会有问题 所以怎么办 这个可能要用实际的名称 就是用假班 假班怎么样呢 帮我移动到最前面去 OK 点什么呢 有一个方法叫幕 幕到哪里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 我要幕到第1个的前面 第1个工作表的前面 第1个工作表怎么叙述呢 特别注意哦 第1个工作表就是 的前面 的前面的话 我们前面好像有写过那个什么 应该是 Copy还是 OK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可以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打一个before 冒号等于 OK 然后哪一个工作表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移动到 第1个的前面 OK 理论上这样写 应该理论上 好 这边我有把程式码 放到 第几个的前面 move 应该是 第1个 move before OK 好没错 所以呢我们 如果要试的话你可以在 检式里面其实运算式双肩打 然后打之后按Enter看看 我要把甲斑移动到 第1个的前面 before第1个的前面 再第1个 所以Enter 看要不OK Enter 有没有发现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在这边打他这个时候就执行 甲斑在这里 那如果说呢你再来 你希望把乙斑移到 哪一个呢 应该移到 变成什么 第2个的前面才对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 写个乙斑 换一个 换乙斑 乙斑 然后目五移动到哪里 这个时候你不能再把它放在第1个 因为你如果放在第1个 变成在甲斑 甲斑就变成在后面了 所以应该放在哪一个呢 应该放在第2个 对不对 第2个的前面 就是 亥斑的 前面 那不就刚好放第2个 看一下 执行 这边你看 直接按Enter就可以 Enter 有没有发现 这时候呢 乙斑就在这里了 那再来丙斑 所以呢你可以 现在这边 为什么你想说 为什么要在这边打 其实主要目的是说 我们可以透过 够食之后呢 你可以再去想想看 这边是不是有个规则性 好像有 哪里有规则性 不变的部分是 这个都不变 会变的是在哪里 这个第1个应该 这个 1配上甲斑 一般方的第2个 丙般方的第3个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呢 要能够怎么样 写出一个回圈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4回圈 对不对 这个不是1到13 总共13个 4i 4i 等于1到13 对不对 然后我可以把这个i放在这里 那这里的话呢 我可以去抓什么 那个除尘格的清单 对所以 其实 程式写出来的话 基本上 就是大概这样 4i 这个我把血写完这样 OK 你可以4i 不过4i的话 有几种写法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写成 4i 等于什么 1到13 但问题来了 就是说呢 我今天呢 要抓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2嘛 2到14 那变成什么 到时候你可能要把这个数字 再加1 OK 所以如果我 我用1到13来写的话 那我第1个 先抓到什么 抓到 那个甲斑的清单 我清单是放在甲斑里面 所以 特别对 清单的位置 是在甲斑里面的哪一个呢 i 蓝 特别说 i蓝里面的i列 特别对这边你可能要怎么样 这个i因为从1开始 这边从2开始 你这边可能要加1一下 如果你没有加1的话 那它就变成从1 这边抓清单 不对了 OK 那 抓到它之后的话呢 我就把它丢到x 也就是说第1个 它会先抓到什么 抓到甲斑 然后把甲斑先放在x 然后这个x的话 suit的x就是 suit的甲斑 move before什么呢 后面的话 i 那不用-1 OK 先把它delete掉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自动帮我按照一个个顺序 去做排列了 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按058 这样子 然后 因为甲斑已经在第1个啦 所以它 理论上已经过来 乙斑也过来了 所以乙斑 乙斑过来了 再来的话应该 x就是 丙斑 我看 丙斑 有没有 然后丙斑的话移动到第3个位置 OK看一下 丙斑移过去 丙斑移过来了 然后一直被推 所以丙斑再丁斑 OK 然后就按照这个 顺序帮我 最后呢 我多贴心写一个 最后呢 跑完了喔 然后再帮我把游标移为再甲斑 当你这一项不写没关系啦 只是我感觉 这样会比较 整个逻辑性会比较OK点 它执行完 你会发现又切回到甲斑了 然后也看到清单 那这个时候当然你可以 比对一下 然后是按照这个清单 甲斑 乙斑 最后一个是 这个亥斑 OK 没错 那就 大功道成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所以也许你们刚开始假设不太会写的话 你可以从检视里面的及时运算视窗 你可以 在这边先练习过 等到OK之后你再去写那个回圈 所以 以后当然你们可能遇到比较大的问题 回圈 我发现很多同学 写回圈刚开始很痛苦 这个回圈你写很顺为什么我们写都不是 主要是你要知道头跟尾的位置 然后你再赋予它正确的数字就OK了 然后 不过接下来的话还有个问题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假斑到嗨斑是按照左边到右 如果我现在颠倒 颠倒的话怎么办 我希望怎么样 把假斑放在最这边 然后嗨斑放在最 最左边 颠倒的话怎么做 其实 如果你要颠倒的话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怎么样 把这个序斑I改成什么 序斑I就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都放在第一个 所以他会先放I 假斑对不对 然后乙斑又把它塞到前面去 然后丙斑又把它塞 这边它一直往右边靠了 有没有 OK所以如果你这边不要改成I的话 那你执行 有没有 假斑 乙斑一直到嗨斑 如果你把它改成I的话 那它就按照那个刚刚的顺序法 假斑到嗨斑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我云端上的程式是 2到14 所以我看干脆把它改为一次 所以这边的话你们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你可以是2到14 或者是另外一个你可以是什么 1到13 两个方法都OK 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